今天是什么 阿咪带大家来到江苏泰州 这里有浓浓的异国情调 漫步在中国医药城里面的 东方温沙小镇里 可以感受到一种多元国际的 慢和步调 这里面包含了就是说 国内外知名的一些 例如英国的阿斯蒂康 还有日本的武田 德国的布林克英格汉等等 所以说由于这些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周边这个区域 它已经逐步的变成了一个 世界各国人群 相融合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促进了我们商业界这一块 它的整个的里面的商业的配套 无论是餐饮还是它的零售业里面 都是向国际化的需求 来满足国际化需求来形成的 事实上泰州中国医药城里 也有不少台湾人投资乐祸 而道地的台湾菜 自然也就随之飘洋过海 一解台湾人的家丑啦 放菜喔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招牌 保养大三杯鸡是麻油 谢谢 三杯鸡里面的麻油 就是每次都是手拎的 因为它的味道跟在本地来讲的话 虽然有香味 本地的麻油有香味 可是它炒出来的味道 就没有台湾那么浓厚 所以还是要坚持这一块 来自台南的杨香梅 随着公婆和先生 来到泰州当庭 一家四口人分工合作 就是坚持要将 大地的台湾味端上桌 而其中滷肉饭 滷肉饭 绝对是台湾游子最怀念的 一道家乡味 我们是南部的 所以我们家的话呢 以滷肉饭来讲的话 会有肥肉 一定要有肥肉 然后会入口即化 这个是店里面 比较坚持的部分 道地的台湾菜 掳获得还不仅是 当地台商的味蕾 许多慕名而来的泰州市民 也是店里的常客 这些开在东方温莎小镇里的 各式特色小店 在满足医药神消费需求的同时 也成为了泰州人 日常生活中的理想去处 泰州人自古有吃早茶的习惯 Good morning 一壶上好的茶 配上一盘烫干丝 还有一碗鱼汤面 再加上一笼蟹黄包 就是当地人早晨必点的老三要 从清朝暮期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们老百姓的话 经常是每天在到馆子里面 就是我们早茶店嘛 就是带着家人 带着朋友 一起在这边聚会 聊天啊 不过有别于以往端上桌的传统肉包 胡彦阳会根据四季以及男女需求的不同 做了一些想创新 从这个就是现代人的健康里面 出发考虑的比较多 根据季节性的一些变化 一些时令性的东西做的比较多 有不同的季节 像到夏季以后马上我们有那个 就是丝瓜小龙汤包 丝瓜虾仁的小龙汤包 入口是很 这个选口 然后入冬的时候 我们有男人汤包 女人汤包 就是根据冬季进步 男人要知音酱养 女人要美容养颜 这个春夏季还有一种汤包的话 就是素汤包 随着现代人的生活步调 越来越快 越来越紧张 能与家人坐下来好好吃顿早点 也成了泰州人奢侈的事情了